大家好,我是李医生 那治疗糖尿病呢 胰岛素虽然好 但是也不是完美的 它也有很多副作用 虽然治药技术已经将过敏反应降到了极小 注射部位也不会出现硬结 但是有些副作用我们依然没有办法避免 第一呢,就是低血糖 那注射胰岛素之后 如果没有按时进食 或者是胰岛素吸量过大 就会出现低血糖反应 患者会出现心慌 出汗多 头晕,乏力等等症状 相对而言 短效胰岛素低血糖的发生率更高一些 那对于老年人和慢性肾衰竭的患者 胰岛素比较容易在体内蓄积 更容易发生低血糖 那第二呢,就是体重增加 胰岛素它控制的蛋白质 糖和脂肪 三大营养物质的代谢和储存 除了降糖之外 胰岛素可以促进脂肪的合成和储存 抑制脂肪的分解 促进蛋白质的合成 那长期使用胰岛素 无论是短效的门冻胰岛素 还是长效的肝精胰岛素 或者是我们说的预混的一些胰岛素 它都会导致脂肪堆积和肥胖的发生 那胰岛素除了降糖作用之外 对糖尿病的心脑肾并发症 其实并没有明显的保护作用 因此它并不是糖尿病治疗的一线药物 只有在个别情况下首选胰岛素治疗 比如一型糖尿病 以及二型糖尿病血糖过高 糖尿病同症酸症毒 糖尿病高肾昏迷等等 而且呢 二型糖尿病在上述情况得到控制之后 我们一般都要改为口服降糖药 那一般的二型糖尿病 我们依然是首选口服降糖药 那今天的内容就分享到这儿 关注我了解更多健康知识